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要帮各位说一下 在6月28号韩版天堂M的改版直播 我们终于提到了圣剑重启的相关内容了 那我们简单的花几分钟 帮大家把改版直播内的重点快速整理一下 我们接着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个最大的重点 开门键上一下 大家期待的TJ总共给几张呢 答案是6张 除了原本既有的TJ之外 还额外多了两张全新的TJ 分别是哪6张呢 第一个技能合成 第二个变身合成 第三个娃娃合成 第四个一般装备赎回 第五个变身觉醒挑战 第六个娃娃觉醒挑战 5跟6这是全新的TJ 就是在你的变身跟娃娃卡的觉醒挑战中 如果失败了 它可以让你再次挑战觉醒 好的 那第二个更新的重点就是全新玩法 金字塔输死战 那这个玩法就是有点类似大逃杀 大家在里面会没有机体限制 全部都一样的机体 然后再来就是每个人都不知道谁是谁 在里面从迷宫中获得的各种装备跟技能 组成全新的那个刺客角色 那你在里面之间会最后跟玩家互相PK争夺 你只要能够活到最后的关卡跟战场 就可以获得优胜奖励 那过程中你可以使用各个职业的技能去击倒对手 以及妨碍对手通关 算是一个蛮好玩的新游戏玩法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到时候它的奖励到底会是什么呢 好的那接下来第三个资讯这个比较特别 它的翻译叫做遗迹 然后它的说明叫上面的小字说明是上古神的力量 可以超越成长的极限 那影片中出现了三只经典boss 分别是纳格巴斯的那个神官 第二个是中间海神波赛顿 右边的是镰刀死神 总共这三只大boss配合后面两个光神与暗神 究竟他到底要透露什么资讯呢 又或者是未来版本玩家的机体会再如何提升呢 这个我们再拭目以待吧 好那么接下来大家应该最期待的就是 关于圣剑的技能究竟改成怎样呢 那我们接下来把它这次影片中有提到的相关技能 一一为各位解说一下 好的那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技能就是神话技能 化身 这招技能原本叫做神圣猩猩 它的能力值改版后变为提升攻击距离 从一格变成三格攻击 第二个是攻击的时候可以削减目标的MP 第三个是在攻击状态下一定几率发动惩罚 那惩罚的效果其实目前从影片上面是蛮不明显的 有可能是类似木乃伊的诅咒 让对方短时间的禁锢 因为画面上面看到的枪手啊 它是直接外观成白色 然后封印在原地不能移动的 那这个取得方式目前已知的就是转值可以转的嘛 第二个是91级的技能箱子可以让你自选 第三个就是用商城的那个神话技能箱制作 好那就是第一个神话技能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技能 好第二个传说技能就是神圣追击者 这招技能的前身叫做神圣置换 就是原本的换位技能 现在改版之后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位移技能 它可以直接朝目标飞去 然后并且在攻击之后可以在目标身上 呃烙印下一个追光的标记 那如果有追光的标记的人 圣剑可以再使用二段位移去直接朝该目标发动攻击 而且可以无视碰撞直接冲到对方脸上去打 算是一招蛮霸道强横的技能 然后这个技能目前猜测是可以使用转值转换技能取得 因为在前一个版本的神圣置换 它就是可以透过转值取得 这次应该也不例外 好这招技能就是附魔武器狂袭3 它是一招全新的传说级技能 那能力就是召唤三只神圣利刃攻击目标 并且让伤害最大化 该攻击无视目标的魔法防御 那这个技能从画面上看来 是非常的华丽的 三只光之箭矢炸在对方身上 并且爆开来 那这个技能因为无视目标的魔抗 所以对于那种天生高抗魔的角色 可能会造成更有效的伤害 例如法师妖精跟黑妖等等 那这个技能因为是新的嘛 所以我目前推测 它有可能是在300万现实活动的名义币兑换啊 那实际上的取得方式 还是得等韩版正式改版之后才会知道咯 好接下来这个技能叫做魔镜 它也是一招传说级技能 只是它是原本就有的啦 那它能力就是复制对手技能 即使没有被命中 也会以一定几率直接复制 并且提升目标技能的等级 与魔镜等级相匹配 那这个技能 它在过去是相当冷门的 能够在这次改版直播里面 被放到重点技能介绍 我也是蛮意外的 你看从画面上看到 它妖精的紫云没遇到 但是圣剑它依旧可以复制 这个紫云的技能 那在未来的战场上面 我也是蛮期待有人能够把这个技能 给灵活运用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圣剑它的技能组本身算是蛮多的 你要能够熟悉的操作每一个技能 在对的时机点 也是蛮不容易的 好那我们期待一下吧 好接下来这套技能 就是神圣回复至尊 它是一招全新的传说级技能 就是我们所谓的反评第三阶段 它的能力非常的强势 就是第一个进一步提升神圣回复的能力 第二个是受到攻击的时候 会对目标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 就是反评的伤害 第三个就是一定几率会触发霸体能力 它这个霸体啊 就是所写不会死亡 等于说你看画面上面 它对方攻击你 在一定几率的时候触发之后 它的血量就不会再动了 免疫一切外部伤害 而且不会死掉 然后从影片中我们看到个重点 就是它在被打霸体结束的时候 会瞬间回复一定的血量 所以它等于是所写并且在治愈自己的能力 那这个技能因为是全新的反评3嘛 那在过去的经验来说 反评3这种技能啊 都是无法转值 也无法合成的 所以我目前猜测它的取得方式 可能是商城制作 给你们参考一下 圣剑最强势的反评技能 好下面一招就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技能啊 叫做统一 它也是一个全新的英雄技能 那这个技能的能力 就是可以让司法者和队伍成员 获得经验值提升的奖励加成 随着队伍人数的增加 还会获得更多的经验加成 从画面上看到 左两边的经验值 左边是19万 右边一只经验值是36万 这个加成将近是将多了两倍啊 太夸张了 这个原本是王族在pc版的额外能力啊 但在这边把它搬到的圣剑身上 呃我想以后改版啊 过后所有职业练功都要拖得一个圣剑练功啊 会比较有效益啊 那这个技能因为是全新的嘛 所以目前猜测 有可能会在现实的180万名义币兑换取得 太夸张了受不了这技能有点op 好接下来这招就是神圣十字 他也是一个英雄技能 他的前身叫做次元魔法相消 那这个技能他改动之后变成一个全新的被动技能 他可以召唤神圣十字攻击范围内的敌人 也就是所谓的复数攻击范围攻击等等 然后他的攻击的数量啊 会依照盾牌的等级提升而增加数量 什么是盾牌等级呢 就是所谓的白绿蓝红紫这种盾牌 所以未来版本可能反盾会变得相当抢手 那镇剑这个技能从画面上来是相当华丽啊 一堆神圣十字从天空降下来直接砸向敌人 然后伤害应该也是非常可观才对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圣剑改版直播提到的所有重点内容 那我们台版预计啊可能会在一个月后就是7月中或7月底之后再会有发布相对应的改版消息 那这边是函版的时间轴给大家参考一下 第一个是说圣剑的预约登录啊到6月27号的11点59分以前 第二个资讯是说圣剑版本还有圣剑重新启动 以及真吉尔塔斯伺服器的转移会在6月28号维护后依序上线 第三个讲的重点就是圣剑的转值啊 会在6月28号维护后的晚上6点后开放转值 第四个讲的是真吉尔塔斯伺服器的写盟移民 会在6月30号的中午12点之后开放 好以上就是本次圣剑改版直播的重点整理 我是丁丁希望我的影片你们会喜欢 看过影片呢记得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拜拜